经过民警的审理 这名男子交代他姓徐 今年42岁山东人 一年前来到大连瓦房店打工 出个女朋友是这家饭店的服务员 事发前几天 徐某的女友因为琐事辞了职 10点多钟啊 我那个上后厨看他可能刷席 往我就锁了 我说你这工作时间你刷席 况且在厨房 你也不可能在那个厨房里头做那个 一个是私活 另外一个还是刷席 我就给他说了 说了当时他也没知事 等了后尔 下午两点来钟我们休息的时候 他就发个信息 刚好说我不干了 他就跟他同事刷个心 那么这个客人 一般店的客人一客吧 他就说说话行 不是说不行 就说老板家 我说话吧 太多余点 他就说 就要解释不了 我说话太多余点 对吧 就也贴得不舒服 他也气得不干了 因为徐某的女友是给厨师刷鞋 徐某觉得女友受了委屈 于是想要给女友出口气 那么徐某的警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制服是我在大连 地摊没了 一百两块钱吧 就说制服一开始 就说在不舒服 警察的 保安的 保安府 我那一个保安府 他那正是也没这个警察标志 也没 本身我就贴掉衣服 我挑后了 也挺闲的 幸好事发当时55岁的徐峰警官从门口经过 虽然他患有脑梗等疾病 但是当他看到有人在做出不法行为的时候 警察的职责让他不顾危险挺身而出 这才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情发生